花蓮市卫生所特别召开了 112年度长照暨高龄友善城市推动委员会 特别邀请到了市长魏嘉燕 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 脊髓损伤福利协进会等单位的人员 共同来参与 而在会议中特别说明了 112年花蓮市长照服务推动的情况 以及在地长照服务资源部件和使用状况 而高龄友善城市的推动 更需要社区一同协力来建制 花蓮市卫生所日前召开112年度 长照起高龄友善城市推动委员会 邀请了市长魏嘉燕 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 稀罪损伤福利协进会 家庭照顾关怀协会 花蓮县老人会 花蓮医院 慈基医院 门路医院 各地方里长 聘请委员 慈基科技大学 杨昀若老师 会中说明112年度 花蓮市长照服务推动 现况以及在地长照服务资源部件 以及使用情况 而高龄友善城市推动 更需要社区一同协力建制 维会大力推广长照报马仔通报系统 期望让更多有利人士成为 推动长照服务推手以及触手 一起照顾与支持长照需求 我们在感受到我们花蓮 其实有在推行 有在进步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老人家能够搭成交通工具 然后他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交通 让他们可以出门 我觉得老人家待在家里已经会胜病 因为都要在家里看 我们就是医院的医事人员 让营养师、护健师、护理师 也可以到家来协助教导个案 然后让个案可以从中可以学习到 比较多适合查的一些专业 经过各先市长长照管理中心评估 符合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者 并符合下列对象包括了失智身心障碍者 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 55岁以上失能允住民 65岁以上需要协助老人 依据个案管理员一定照顾计划 既可以提供以及实用长照服务 长照服务四大包含了 照顾以及专业服务 交通接送 辅助与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 传习服务 针对以及聘请外籍家庭康护个案者 仍可申请专业服务 交通接送 辅助与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 传习服务 到载领域服务 以及社区式交通接送服务 记得请你 我是各位老